虎的看外 现在古道条路不是 有那个石阶铺成的路嘛 从这边走过去 那结果经过我家 就以前了 现在已经都没有痕迹了 老眼吴念珍曾经带民众 回到自己的故乡喉童 不过如今过往的生活痕迹 也逐渐消失 这样一栋房子 从砖墙到进来这边 总共住八户人家 一个窗户一户 就是这样一户 然后这边是一个木板墙 隔起来又一户 再过来就一户 再过来又一户 然后这边相对的 也一样是四户人家 矿工家庭居住环境恶劣 但当初为了讨生活 咬牙也得沉下去 死亡这种东西的阴影 好像留在矿工的小孩子的里面 因为一定有人出事 比如说我以前就在家里说 你最后 你带上课 没有嘛 你上课 然后后来那天 死无所谓的敲锦 那个钟 小时候最恐惧终身 因为意味着 可能将失去一位亲人 有网友转发文章 出自导演吴念珍的著作 念念时光真味 当中也描述到 矿工家庭的辛苦 吴念珍的父亲是瑞芳的矿工 有次吴念珍中而言 发烧到连走路都失去平衡 父亲拿手表去典当 还被当铺修辱 没钱看医生 最后到面摊 叫了两碗石井面 父亲把肉和猪肝 都往儿子碗里夹 对他说 要死也要先吃一顿饱 就是很辛苦 现在科技比较发达 所以很多就是可以代替人工 吴念珍的文章 在网路上掀起讨论 唤醒民众对矿工的记忆 纷纷转发表示 透过吴念珍的文章 了解矿工家庭 艰辛的一面 3D新闻花关山王佩华台北